你当真一亲了 看不出啊 你这出趟远门 竟顺手拐了个狼血回来 明明年纪比我小 成亲却在我前头了 不过这个娄瑶 之前跟何昭君有过婚约 好像总是被羞辱欺负 太老实了吧 我就是喜欢他老实 我阿父阿母也不喜欢阿姨 可这么听话的狼血 要上哪儿找啊 我修起房屋 他替我工具 我锻造农具 他替我拉香 我被阿母责罚的时候 他还偷偷送酒给我喝 如此 甚好 不对啊 听你这么说 这些活计 连房也能干啊 而且 两个人在一起 两情相悦才最重要 两情相悦是什么感觉 找个玩伴做狼血 再好不过了 也有道理 那以后 我也找个听话的狼血 我打架 他便帮我低半棍 我受伤了 他能帮我包扎 可不能像你子兄弟 天天就知道顶撞 我子兄并非是为了顶撞 万七七 你又胡说甚哪 找狼血当然不能找 只会纵容你的 你得找个能鞭策你 能激励你的 我是找夫婿 又不是找夫子 我干吗找一个 这样堵心的人 来糟蹋自己 少公 你不是会占卜算命吗 帮我算一算 看看未来夫君 找什么样 七七鸭子 你的未来狼血 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眼前 哪儿有啊 你算得准不准啊 医师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 将军 你就别走来走去了 晃得我头指的 你还降嘴 我与你成亲二十几年了 何时见你这般病过啊 就是当年消失家破 你也不肯半点示弱 如今不过是张儿女亲事罢了 你怎能就一病不起了 我这是心火 怪不得别人 汤子 不如我来吧 你也可歇会 你去华县 与楼瑶在一起的时候啊 都是泱泱照顾我的 你就不必战手了 在华县 泱泱可是跟正经的 医事学过的 夫人病重时 多亏泱泱在旁伺候 有两个女儿沦沦照顾 夫人的病好得快些 还是泱泱乖巧懂事 日后若遇者如意郎君 嫁过去便是他们家的福分 大伯母 都怪伯母失职 让鸟鸟先心意了气 这件事情也追回莫及了 你比鸟鸟年长 也该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了 若有心仪的郎君啊 你就告诉伯母 伯母定能帮你说回 婚姻大事 父母之命 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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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知道你是一个 让人省心的孩子 放心 伯母定会顾虑得周全 水药下凉了 我就换份热的过来 这又何必呢 还是鸟鸟能干哪 弟父这一病嘛 他倒是把家里的事物 打理得井井有条啊 万婆父 七七阿子 你们能来了 听说你家阿母病了 过来看看 七七 看看人家鸟鸟 多孝顺多乖巧 我上次病的时候 你怎么尽孝的 居然出去跟人打了一架 阿富到底会不会说话 这 你这般赞一个贬一个的 是想让我跟少少妹妹 生闲戏吗 不过看在你是夸 自家妹妹的分上 这回我就不给你计较了 气得我这右边头疼又犯了 快给阿富揉揉 阿富 这医师说了 卢又侧头则照胸啊 你惦记着要生儿子那事 八成是撑不了了 你放心 阿富保证给你生个弟弟出来 你当真一亲了 看不出啊 你这出趟远门 竟顺手拐了个狼血回来 明明年纪比我小 成亲劝在我前头了 不过这个娄瑶 之前跟何昭君有过婚约 对 好像总是被羞辱欺负 太老实了吧 我就是喜欢她老实 我阿富阿母也不喜欢阿姨 可这么听话的狼血 要上哪儿找啊 我修起房屋 她递我工具 我锻造农具 她替我拉香 我被阿母责罚的时候 她还偷偷送酒给我喝 若子 甚好 不过了 你也有道理 那以后 我也找个听话的狼血 我打架 她便帮我低半棍 我受伤了 她能帮我包扎 可不能像你子兄弟 我天天就知道顶撞 我子兄并非是为了顶撞 万琪琪 你又胡说甚哪 找狼血当然不能找 只会纵容你的 你得找个能鞭策你 能激励你的 我是找夫婿 又不是找夫子 我干吗找一个这样堵心的人 来糟蹋自己 韶公 你不是会占卜算命吗 帮我算一算 看看未来夫君长什么样 七七鸭子 你的未来狼血远在天边 近在眼前 眼前 哪有啊 你酸得准不准啊 晒开 你打着我寻有缘了呢 双双 双双 来 你打着 这七七鸭子的眼神 莫方有问题 我看着挺好的 弟夫 你这还病着 就别再送了 依我说呀 女人就不能太过要强 你敢承贤立位照顾你 这都受成杆了 万兄可曾见过我这么粗壮的杆 我说琪琪之前 怎么都不肯把陆金给我 原来是要送给你家小子 还是琪琪有眼光 知道陆金最配我们成家儿郎 你可怎么回事 琪琪 回府了 宇军 咱们家怕不是要双喜临门吧 这君皮猴子 回都城已经有大半载了 再怎么荒废啊 怕是要返天 依我看 得给他们请个夫子 规规矩矩地开个佳学 传授些盛行的道理才行 夫人这个主意好 我也觉得他们欠收拾 是该增长去学识了 谢谢观看